烏克蘭救難隊協助引導車輛 駛過泥泞的道路 後頭還有好幾台汽車 正在排隊等待 要經過被俄羅斯占領的 賈波羅熱南部地區 CNN團隊直擊 烏克蘭人搬著家蕩 開車撤離家園 幾乎只出不進 估計有6000人還受困在俄羅斯 但只有76人通過 反而數以百計的居民 往反方向前進 你去哪裡? 去Kursan 為什麼? 因為我父母在Kursan 烏克蘭南部 賈波羅熱在俄軍入侵不久後 被占領 而當地擁有歐洲最大的核電廠 讓英國也高度重視 擔憂俄軍在核電廠的所作所為 會影響核電廠的正常運轉 甚至聯合國核機構負責人形容 情況已經完全失控 烏克蘭士兵不甘示弱 在哈爾科夫操作火箭 回擊俄軍 与此同時 包含俄羅斯 亞美尼亞 白俄羅斯 哈薩克等等的CSTO國家 正在吉爾吉斯 舉行反恐軍事演習 軍人荷槍實彈 拿著盾牌 闖進屋內解救人質 還出動裝甲車 在空地上丟直手榴彈 俄吾戰爭已經進入第六個月 兩國軍武行動未有停歇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